宜兰则是有一位工人酒驾不敢面对被开罚 竟然趁着警察在忙着其他的这个事情在处理的时候 他把开的这个酒侧单柔油给吞到肚子里去了 一直到检方调阅了这个监视器才发现怎么这么扯啊 但是这一招不但没有让他能够逃掉公共危险罪嫌 还罪加一等让他多吃上妨碍公务等罪 抓酒驾远近执法严厉 谁都不想拿到红通通的罚单 但宜兰一名工人酒驾被逮竟异想天开 把酒侧单吃下肚 民众直呼太夸张 事情发生在4月 林姓工人酒驾撞上路旁货车后逃逸 警方根据监视带巡线将人带回派出所 远警发现他浑身酒气 走路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进行酒侧 酒侧值高达1.21 就怕酒驾遭到重罚 林姓工人一不做二不休 趁着远警不注意的时候 充当人肉碎纸机把罚单给吞了 意图脱罪 这个酒的人不见了 那行问谁拿走了 没有人承认 经过掉夜办公室里面的监视器 好好发现是林姓 把他吞至肚子里面 吞罚单规避行则这一招 远警也是第一次碰到 虽然事后工人辩称 以为远警给的是存根 不知道是罚单 但林姓工人千算万算也没想到 原本酒驾涉嫌公共危险罪 现在却因为吞罚单 涉及妨害公务 毁损 湮灭证据 最佳三等 中间新闻林姓丽敏 宜兰采访报导